蹦球是我最热爱的运动 蹦球迷赖清德近期释出 出访过境美国纽约时的看球花絮 熟悉的背影又出现了 看到投手每一次投球都是一个拼搏 赖清德和萧美琴穿着球衣望向球场 难道在暗示要当队友一同出击2024吗 再次引发赖萧佩联想 赖清德的副手人选 文化总会副会长郑立军呼声也很高 其实我有跟外界跟各位关心的朋友说明 我其实没有选举的规划 非常欣赏美琴 那我也像大家一样乐观俱成 被点名的郑立军多次说没有规划 但子弟兵因因期盼搭档能和赖清德互补 尤其在一片男性参选人中 女性人选能成为亮点 副手是一个女性的人选 相对也对于赖副来讲 赖清德来讲是一个加分的效果 郑立军副长也还没有把话说死 是不是找企业剪的 然后甚至说找在国际外交上 副手人选先留下伏笔 赖清德团队预告 9月初将举行第一场国政说明会 赖清德将亲自就国家希望工程提出说明 并公布国政顾问团 后续也将分领域密集推出内政蓝图 内主席主持中常会 也借着823历史事件聚焦主权两岸议题 承诺不变 三亿不变 并且愿意在基于互利 尊严对等 没有先决条件下 与对岸展开对话 创造合理共荣 内政外交一把抓 赖清德抢先菲律阵营赢在起跑点 终点现前也要一路保持领先 东森新闻黄浩泽张远春台报道